上集说到家令巧妙设计让哥宝收购罗素兰和陆大山的粮食给张贵英交住院费 罗素兰本想卖了粮食拿到钱找个借口搪塞过去 不料哥宝收走粮食后竟没付钱 罗素兰便来找到哥宝 知书 我来是因为 你没忘吧 大山媳妇 你有事就知书 到底咋了 看来这跟儿宝是打算赖账了 知书 你不是买了我家的粮食吗 是啊 粮食 我已经搬回来了 这粮食怎么了 还粮食怎么了 你这个挨牵刀的东西 竟然想不给钱 知书 粮食你倒是搬走了 可是你没给钱啊 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们结账 哎呀 你看 我说你就有事吗 粮食的钱啊 我下午就帮你们直接送去医院了 我去的正是时候呢 刚好沈子那边交住院费就直接交了 虽然还差了不少 不过家令嫂子垫上了 你们不用担心 什么 你怎么能把我们的钱交给医院呢 怎么 你们之前不是说卖粮 就是为了给沈子看病吗 我刚好去线上就直接送去了 省得你们再跑一趟 你这是咋了 罗素兰气得不行 正准备在哥宝家撒泼 陆大山跑着进来 知书 我们是要给我娘看病的 谢谢知书帮忙了 陆大山拉着罗素兰 阻止他撒泼 那知书 我们就先走了 回到家 罗素兰对着陆大山就是又打又骂 你这个窝囊费 你知道我干什么 凭什么把我们的钱送去医院 他到底凭什么 就凭他是知书吗 那是我们的钱 不要脸的东西 家令 一定是家令那个贱人跟他串通好了 你去给我把钱要回来 去给我要回来 陆大山也是满脸怒腻 可是不敢还手 钱没了 那能怨谁 还不是你之前非要说卖粮食给娘看病 现在那钱给娘看病了 你现在咋去说 你要全村的人都知道你对娘不好吗 罗素兰满脸阴沉 我对你娘不好 我哪里对她不好 以前不分家的时候 我不是一直伺候她吗 怎么对她不好了 你都说是之前没分家的时候 你到底怎么想得自己清楚 见罗素兰脸色难看 陆大山便赶紧缓和语气 素兰 你别折腾了 再闹下去 真的全村都在看咱笑话了 娘在家里躺了几天 村里人都在戳我们俩的脊梁骨 你现在还要闹得人人说 我们不孝顺吗 说就说去吧 被他们说吻少块肉吗 可惜我那么多粮食才换回来的钱 凭什么给你娘花 陆大山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把那些钱给我要回来 我就跟你没完 对于罗素兰的威胁 陆大山虽然发愁 但是坚决不需要 一是他不敢得罪歌宝之书 二是他丢不起那人 毕竟他还想在村子里生活 张贵英这次住院点好几个月 家令要上学 便把屎翠平调了过来照顾张贵英 家令赶紧赶回了深城学习 两个月后 交流学习的日子到 家令要回京都 临走前 夏清欢请家令吃饭 家令 你回了京都也要记得我的话 嗯 什么 好好挣钱啊 我已经在接触那彩电的生产线了 不过他们也不好卖 目前国营厂子没人敢买 因为目前国内彩电销量 到底会怎么样 还不明朗 很多厂子都在观望 那民营厂子呢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 做得也不错 民营厂子确实也不少 有很多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 但他们有个短板 你是说 技术 聪明 看来我之前所做的那些都是对的 你要是窝在石坡村那个地方 简直可惜了 见家令店里 夏清欢很时趣的没有再说下去 还知道家令不喜欢提示坡村的那些事 他们有劳动力 雇佣工人很容易 可是招技术人员却很难 现在大学生都分配工作 毕业一班都进国营厂了 民营厂子根本就招不到大学生 这一点家令是知道的 相比于那些曾经是农民 或者工人出来自己开厂子的人 家令跟夏清欢就有着太多优势 你选修了电子工程 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有做彩电的打算 夏清欢摇头 我之前只是觉得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子产品会陆续成为常用产品 所以就选修了这个课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用上了 家令打量着夏清欢 他总感觉夏清欢知道的太多 建筑 买房子 学电子工程 彩电 找他合作 夏清欢的每一步都很符合后世的发展 这让家令不得不怀疑夏清欢 也曾经历过后世的发展 今晚我们不醉不归 你马上就回京都了 下次再见 估计就是我毕业之后了 毕业 你有什么打算 毕业之后直接开始大干特干 夏清欢摇头 我可能会工作几年吧 也可能会直接去鹏城 其实我也想去鹏城 我一开始本来也没打算去京都的 我当时报志愿也是报的岁城 可是谁知道阴差阳错 我就去了京都 说到这里 他又看着夏清欢 你之前说 夏清欢点头 对 顾与其不可能让你去岁城的 即便没有你们那个校长改了你的志愿 你最后的通知书也只会是华大 在听到顾与其的名字 家令心中还是愤怒 他想起父母的小心翼 想起哥哥的黄黄金口 想起家琪的偏执冷漠 这些都是他造成的 他真的有那样的本事吗 能随便修改我的志愿 你们学校一个校长都能改了你的志愿 顾与其人脉那么广的人 还会做不到吗 你总说他人脉广 那你到底知道多少 夏清欢有些无奈 你觉得我会知道这些 你连这些都不知道 你手上会有顾与其的证据吗 这一刻 家令真的怀疑夏清欢 因为他之前答应跟他合作 本来就是为了夏清欢说的那些所谓证据 如果他根本就没有 那家令绝对不能原谅 家令 我没骗你 我有 顾与其虽然狡猾 心眼多 但我也不是那么好用的呀 他竟然用我几次 那我怎么能不拿到些制衡他的手段呢 你真的要 看来你真的很着急 不过那东西现在还不是交给你的时候 明年 家令 你再忍耐一年吧 一年之后我肯定把我这个东西交给你 只要他失去庇佑 那肯定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家令听出夏清欢话里有话 他想要再问 可是夏清欢却转移了话题 显然他有所顾忌 失去庇佑 顾与其的庇佑是什么呢 随后两人边喝酒边聊起现在的形式 酒过三巡后 家令有些醉了 陆北辰 你在哪呀 你到底什么时候 回家 夏清欢叹气 你怎么就是看不开呢 男人算什么 女人从来不是一副男人而活的 明明他不在 你也活得很好 那么执着干什么 饭后 夏清欢见家令有些醉意 便亲自把他送了回去 回到京都后 家令认真刻苦地学习 转眼又迎来了暑假 这个假期 家令打算带着父母和家人一起去鹏城 你要去看陆北辰就去 我们跟着 去干什么 我去鹏城 也不全是因为陆北辰啊 我还有事情要做 你们已经太久没出门了 就当出去散散心 这话触动了嘉兴荣 他以前走南闯北 现很多年没出去过 杨淑云知道他的想法 当即就给他泼冷水 哎呀 咱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出去折腾什么 孩子挣点钱不容易 家兴荣立刻明白了杨淑云的意思 为难地看着家令 爸 票也花不了多少钱 我带你们去鹏城看看 那里现在变化很大 鹏城 就是之前的保安县吧 嗯 爸 你知道 跟港岛临海 怎么会不知道 只是以前是个小渔村 现在倒是开始建设了 家令点点头 是啊 在很快的发展 所以带你们出去看看吧 除了鹏城 我再带你们去碎城看看 我在碎城的场子 我都很久没去看了 刚好也去看看 哦 嘉兴荣这下有了兴趣 他很好奇 家令的场子是什么样子 杨淑云见他一动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随后家令又跟唐亚碰面 商谈了一下服装店的事 之后带着家人 坐上了谈某行程的补充 没有人 我主要的 词